開始 大家好我是傅彥堂 我是劉彥亨 我們今天來到台中 潭子 雅潭路旁邊 潭子大概是什麼區域 就潭子啊 沒有啦這邊還有一個潭子的那個什麼 加工咕口區 這附近有一個那個什麼特別的物件 這個可以當廠房用 它有地坪是80幾 等一下喔你看喔 80-87 不是92坪嗎 還有前面有一點點5坪左右的陸地 就是前面這個陸地吃分就對了 好 我看一下那個大概所在位置是在這邊 這是雅潭路二段 就在雅潭路二段 在雅潭路二段這邊出去的話是聖地夜市 就在這個附近 我們這邊有一個 你看喔它這邊是離大峰路很近大工廠 這一間呢之前呢是那個什麼 工廠 它以前是有工廠 它其實目前都還有工廠登記 它的面寬 有9米 9米的大面寬 你剛剛提到的是那個什麼 那個 工廠登記對不對 它有三兆 目前還是有三兆的 目前有三兆 它沒有測 而且它的地形是很方正可以看得出來 它面寬9米 它深度 30幾米 等一下 從旁邊側邊看一下 深度是33米 這個是大面寬9米 這是它的側邊 33米的深度 當然啦 它裡面也有格局 因為它 住 住辦 它目前是 當 住家用 所以裡面都是房間 對 它的隔間呢 以前是音樂教室 它這邊就是做車庫 它的隔間呢 其實是都可以 可以拆的 可以變成是開放式的 對 我們先進來的話是它的營業廳 音樂教室 有看得到的話就是它的鋼琴 還有一些它的那個書 書籍有沒有 對 這個到時候會晴空 對 屋況的話 屋況 可能就是要整理啦 因為畢竟是舊的 好 我們看一下 這個都是隔間的 這是木頭隔間 對 整間常常都是木頭隔間 看一下上面 青鋼架的部分 青鋼架 對 上面是青鋼架 對 好這是我們另外一邊喔 另外一側喔 車庫進來 進來的 這是他們的神明廳 以前是做神明廳使用 也是都是木板隔間的 對 所以到時候如果你的利用的 你的用途的話可拆 或不可拆都可以 看自己的規劃 對這個也是都是隔間的 那這邊旁邊還有一間房間 也是隔間的 隔木 就是可以很彈性的讓你自己去調整 是的 小心不要拍到人 換這一邊 這間也是房間也是有窗戶的 跟隔壁的一樣 它是算獨棟的 廠房 換這邊來 好 那這個呢也一樣也是隔間的 那這邊就是廚房了 廚房裡面有人 也是有開窗的 對對對 這邊 餐廳 然後這邊也是一個隔間的那個 什麼那個房間 是做隔壁室 這間是隔壁室 它都用跑很多 海綿 它這個是水泥的 因為這個是廁所 廁所要用水泥 才不會生漏水 在這裡 我們看一下 這邊有一個廁所 還有水塔在這 這水塔還蠻大的 這它的水塔 好我們到外面去 就這個房間 是用水泥牆 對 旁邊就是廁所 就這間是那個水泥牆而已 對 其他的全部都是用木頭隔間的 對 OK 好我們到外面去 秀秀姐我們這裡面拍好了 好 好 謝謝你喔 然後我們這個地上的話是水泥的 啊這邊是鋪瓷磚的 嗯 它這一間的話 它是 69年蓋的 民國69年蓋的 我們去那個雅潭路看看 我說真的 這邊畫一瓶樹地是多少錢 你渠一下92瓶 3600多萬 3870 42萬 一瓶是12萬 便宜耶 其實算便宜 因為他還有建物 因為我們裡面 勝利路的巷子裡面 一瓶就48萬了 空地 對啊 便宜耶 對 算便宜 當然如果你是要重建 如果你是要重建 就要拆除 拆除的話要掉錢 但是還好 他是那種木頭隔間 他只有一個房間是水泥的 所以要拆除 可能也不用花那麼多錢 而且你知道嗎 他這個如果像你說的這樣子的話 拆除的話 一瓶樹地 變成是樹地的話 一瓶42萬是真的便宜耶 你看他的馬路 他馬路大概是8米寬 可是 等一下 我現在要討論一件事情 他現在是不是目前已經有三兆了 對 那如果我拆除了之後呢 三兆就廢紙啦 那就對啦 如果你要當廠房 這間很適合 對 所以我是很希望 但是要重建的話 因為你拆除要費用 所以我是很 我是比較希望 就是怎樣知道嗎 你現在需要一個小廠房 92坪的小廠房 然後 又目前又有三兆的話 可以考慮這一款 對啊 如果你需要的是三兆廠房 可以考慮看看 對 那 不動產是一分錢一分貨 當然有一些稍微CP值好一點點 但是沒有 沒有說到很巨大的 的好 但是就是 給你做一個參考 然後 這裡地點 就是在那個亞潭路 亞潭路的旁邊 過來看一下 對面就是中油 有一個加油站 還有一個武京大賣場 我比一下喔 這邊呢 是往那個潭子的那個 中山路的方向 那這邊呢 我們是往那個 剛剛跟你講的那個 從德路 從德路 對 黃大亞的方向 對 好 這邊離聖利商圈也很近 離夜市也很近 聖利商圈就是大概是在那個位置 對 對 因為現在聖利商圈 一般像這樣子的巷子 大概就是五六十萬 對啊 我們還有一間 有房子的 就是木頭的 木頭的 木頭的 格的那個 嗯 目前是做那個 夾娃娃機的店面喔 它的 它的開價就是一坪六十萬 不好意思喔 你知道它面塊多少嗎 四米 半 那我們這個是九米大面塊 九米 但是如果以蓋兩戶來講 一坪要將近兩千萬 對 一戶啊 的土地 土地就要將近兩千萬 這個可以蓋兩戶吧 可以蓋兩戶 對 這個適合什麼 蓋兩戶 嗯 第二個適合你的小型工廠 又有三道的 對 或者是蓋 退縮多一點 蓋高一點 然後 後套 為什麼 因為這附近有那個什麼 細品 加工出口區 頭天套 大概是這樣子 嗯 然後就看你們 你們的需求是什麼 看適不適合 這是我目前想到這三個方案 對 好 那我覺得 還有沒有什麼要補充說明的 嗯 這裡 嗯 有它的特殊性 嗯 或許 你有適合 趕快跟我們聯絡 對 因為這個 好的物件不等人 好的物件不等人 所以希望 你有興趣趕快跟我們聯絡 當然如果你不喜歡 沒關係 我們有拍了很多的物件 或許有你喜歡的 適合的 趕快訂閱我們的頻道 然後 我們是中部地區 最多不動產的頻道 對啊 沒有錯 所以 我們是盡量拍CP值比較高 像這一間的話 這個物件的話 真的是CP值超高的 我剛剛算一算的話 真的是 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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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不得了 我這幾天 發現了那麼多隻 這一個物件真的是好物件 好 好 你們沒有辦法認同嗎 你們沒有辦法認同 你們可以去查查看這附近的 身交的行情是多少 樹地喔 對 好了 大概是這樣子 好 那 希望你們繼續支持我們 對 幫我們就是 繼續訂閱下去 然後幫我們點讚 然後按分享 還有就是記得要開啟小鈴鐺 對 因為我們的影片 盡量拍CP值比較高一點 而且還是怎樣你知道嗎 就是沒有 就是一刀未剪 然後一鏡到底 沒有廣角 沒有美化 就好像是如臨現場 你幹嘛傻笑 沒有我今天開始覺得你語無倫次了 有嗎 我有點累了 快點啦 繼續講下去 那你幫我說 好 就是 反正 這個後面都是廢話了 然後 重點就是請訂閱一下我們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謝謝你們 謝謝 拜拜